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何谓阿尔法通道用来保存选区 那么你知道 这里边有一张照片 我们先不用看它 那个通道的地方 先来看它的图层 它是不是只有一个背景层 它只有一个背景层的话 这个衣服在这个麻布的背景上 你要把它选起来 是不是很麻烦 是不是得花一番功夫 才把它选出来 OK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总之你千方百计把它选出来 就像我现在这个状态 把它从背景中 终于把它选出来 那么你是希望不小心把它丢掉呢 还是希望把这个选区保存下来 是不是想把这个选区保存下来 那么已被我将来调用的时候 方便一些了 是不是 我就会把这个保存起来 那保存起来我怎么存呢 我就把选区拿到 然后会选择一条命令 叫做选择存储选区 看到了没有 叫做选择 下面有一条存储选区 然后打之后 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叫做存储选区对话框 在存储选区对话框里边 第一个目标文档 那当然是你自己 通道一般都是新建的 名称 你愿意起名字 你就起一个名字 如果你不去起名字 它默认就是 Alpha 1 Alpha 1 然后继续Alpha 2 Alpha 3 然后它是一个什么 新的通道 是不是 它是一个新的通道 OK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新的通道 它一确定 那么在通道条板里面 就出现了一个Alpha 1的这样一个通道 Alpha 1的这样的通道 那么首先它 怎么了 这个Alpha 1怎么了 是不是不可见啊 是不是不可见 可见的通道 前面是不是眼睛都被打开了 是不是 那么它不可见 所以它更是后台的 它更是后台 那么这个Alpha 1出来了 但是它不可见 不可见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通道里面有多个颜色 我们把这选区去掉 Ctrl D去掉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想显示这个通道的话 我点击Alpha 1 在这个片子里面 你告诉我 有多少个颜色 有几个颜色 是不是只有黑白两色呀 黑白两色 但是这个Alpha通道是 是不是通道啊 是不是通道啊 它肯定是通道 对不对 因为它的通道条板出现了嘛 它的通道条板出现 它就肯定是通道 那么既然是通道 它就具备我说的一些属性 什么属性 是不是 256个颜色这个基本信息 是不是啊 在这个Alpha通道里面 有多少个位置啊 是不是 也有256个位置 也有256个位置 那么这256个位置 现在用了几个位置 记录颜色信息啊 两个 就两个 256个位置 我都没有调用 我就调了两个颜色信息 黑颜色用来记录非选区 白颜色用来什么 记录选区 你理解我说的一句话了没有 我刚才讲过 我说 颜色通道之所以可以存储颜色 是因为通道有256个位置 刚好跟它一一对应 是不是 我们拿着256个位置 用来记录颜色信息 所以称之为颜色通道 如果我们拿着256个位置 来记录选择信息 那么它就是什么通道 就是Alpha通道 明白了没有 用了它来记录 选择信息 就是Alpha通道 那么我下面 在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 我把它就先保存起来 保存起来 我今天要觉得这个片子 这个选区我要调用了 我怎么去调用它呢 我选择选择菜单 然后选择什么 载入选区 刚才是不是存储啊 现在选择载入选区 载入选区之后 弹出对话框来 它让你载入了什么 Alpha一通道 反向不反向 无所谓 咱们就不管了 然后确定 这个选区是不是会调出来了 是不是 这个选区被调出来了 马一线都拿到了 那么如果你要 不这样去调这个选区 还有更简单的方式 大家有个快捷键 如果你想调这个选区 怎么调 按着Ctrl键 点击缩略图 是不是 按着Ctrl键 点击缩略图 那么这时候 它的鼠标会变啊 你看鼠标放在这里 然后按着Ctrl键 在苹果上 就按苹果键 它就变成了一个这样 一点击 选区拿到了 很方便 很方便 CtrlD 好 我拿到这个选区之后呢 我们来做另外一种选区 我们发现 这个通道里边 AB两种色质 就是黑白两种色质 就可以拿到这个选区 可是有一类选区 没这么简单 稍微复杂一点 什么呢 那么大家可能知道 选择 有的时候选区可以背什么 语化 是不是 选区背语化之后 得到的一些效果 很舒服 经常会做那种 门龙的那种感觉 非清晰边缘那种效果 所以我们选择语化 他语化之后 他会谈一个语化半径 他问您 要语化多少像素 比如说我们语化15个像素 语化半径 何为语化呢 就是说默认之入是零的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默认之入我们得到选区都是零 那么所有的像素 你的选区范围 是以这根蚂蚁线为准 就完全以蚂蚁线为准 去做的 但是如果你要语化15个像素之后 那相当于是 以这根蚂蚁线为准 向内15个像素淡出 淡入向外15个像素淡出 明白吧 或者他的整个边缘半径是15个像素 他整个就会半径是15个像素 明白吧 向内15个像素淡入 向外15个像素淡出 他就是他的原始范围在里边 所以你瞧 我们确定 这个形状是不是变了 是不是 但大家明白 这个形状变了并不意味着 你得到选区是这样 是不是 那么怎么来记录它呢 一样我们跟刚才选的方式 选择 存储选区 依然是新建吧 所以不管它 确定我们得到一个 二方二的通道 二方二的通道 我们来看一下二方二的通道 点击二方二 现在这个通道里面有多少个颜色 是不是就是黑白灰三个颜色了 那么黑颜色用来记录什么 非选区 白颜色用来记录什么 选区 而中间的过度色用来记录什么 被语化后的选区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 它为什么会有这个语化效果 是因为它有256个位置可供选择 是不是 它有256个位置可供选择 我的选择一定是不是非常的大 所以你想想 那个语化半径 最大可以半径到多少去 不是二 就是超出你的画面之外 它就可以 是不是 不管有多大 它有256个位置 这个过度可供选择 是非常之方便 非常之方便 所以我们回到这样的图片来说 如果我们想调用这个选区 是很容易看到这个结果的 比如说 我们按Ctrl键 点击Alpha1 然后我按快捷键 CtrlC是什么意思 拷贝 CtrlN是什么意思 新键 这时候你新键的时候 这个尺寸大小 是刚好跟你的拷贝区 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你什么都不用调 直接敲回这键 然后CtrlV粘贴 这是你第一个Alpha1 得到的效果 是不是 Alpha1得到的效果 我们再回到这儿 我们按着Ctrl键 点击Alpha2通道 点击Alpha2通道 然后按CtrlC 拷贝 CtrlN 新键 然后CtrlV粘贴 这是得到的第二个效果 所以你马上明白 语化 跟语化后的效果 是不是什么回事 是不是 你得到选区 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得到选区 这样子 所以Alpha通道用来做什么 用来记录什么 记录选区 颜色通道用来记录什么 颜色系 他们凭什么来记录这些东西呢 是因为通道有多少个位置 通道有256个位置 拿256个位置记录颜色 就正是为颜色通道 拿256个记录选区 就叫什么通道 这叫什么通道 Alpha通道 所以你可以用记录 非语化的选区 只需要有两个颜色就可以 是不是 你也可以记录语化后的选区 你想多余化都可以 是不是 你想多余化都可以 都可以实现这样的关系 那么多数人对Alpha通道理解上 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觉得这个 说我干嘛 我从一个PSB不就可以了吗 不是这样子 就是对Alpha通道 我们有一些要求 很多地方会用的到 很多地方会用的到 首先我们来说Alpha通道 第一个特征 Alpha通道是不是 所有的文件都可以保存下来呢 就是说 我现在比如说 把这个文件关闭保存的话 Alpha通道 是不是所有的格式都会支持他的 肯定不是的 对不对 所以你在保存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既然已经有一个Alpha通道 我把这个文件关闭 我下次再打开掉 掉他的时候 我还想看到这个Alpha通道 那个文件格式必须支持Alpha通道才可以 那你来告诉我 哪些格式文件是支持Alpha通道的呢 那肯定没有什么可说的 还有什么 TJA非常好 还有呢 TIF 是不是 这三个最常用的 TIF是支持的 TIF是支持的 TJA是支持的 PSD是支持的 这里面大家知道最多的是PSD和TIF 但是这个TJA大家知道不是很多 如果你懂 你肯定是因为搞视频 你才会懂TJA的使用方式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经常说一个片子 说这个片子是24位的一个图像 你们有时候开ACDC那样的看托软件 你会看到底下有一个 底下有一个那个图片的那个标注 800×600×24B 有没有这样的标注 是不是 为什么是800×600是它的像素大小 乘24B指的什么意思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24位的图像呢 因为这个片子是什么 这片子是RGB的嘛 为什么是RGB的就是24B呢 因为RGB每个通道是几位啊 8位嘛 38多少 明白了没有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看到没有 很多片子一下 800×600×24B 说这个片子是一个24位的片子 那你就知道它肯定是RGB的 真才的 是不是啊 是RGB真才的 因为有三个通道 每个通道是8位的 3824 那么有些片子也会显示说 这个片子是800×600×32B 那么这个片子是什么 是什么 它是用 它是什么 是32B是什么意思啊 是说这片子是32位的 对不对 大家想32位 哦 CMIK4832 不是的 不是的 是指的这个片子 是RGB多加一个α通道 明白了没有 TGA的格式 这个片子有透明区域 可以保存 那片子是这个 是32位的 32B 它是指的 它有RGB三个通道 外加一个α通道 那么这α通道 一般我们说TGA 就是一个32位的片子 它在保存的时候 它会问你 比如说你要保存一个TGA 你是要保存24位 还是要保存32位 你要保存24位 这个α通道自动就被删掉了 明白吧 它支持也会被删掉 你要保存32位 这α通道是被保留下来的 那么被保留的这个α通道 只是在Photoshop被打开 就可以调用吗 还不是那么简单 我刚才为什么说 它是懂视频 它才会用TGA 在视频一些软件 或者其他一些软件里面 我们要屏蔽一个透明区域 是自动调用α通道 自动调用α通道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那你看 比如说这个衣服 那么这个衣服 假设说它是一个服装厂 提供给我的一个片子 这是服装厂提供给我的片子 他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电视广告 做一个什么电视广告呢 就下面有个大草皮 大草皮 我们在那拍了一个草坪 拍了一个镜头的草坪 然后这件衣服呢 就从天而降了 飘飘然 戴着这个麻布背景 就从天而降了 好看吗 好看不好看 当然不好看 是不是 但是你说这个照片 这个文件框 能够跟这个衣服裁成一样的吗 照片都是方块 是不是 它戴着这个麻布的背景 飘飘下来 肯定很难看 我们必须把它 什么拿掉 背景拿掉 那怎么拿掉呢 你把它存成一个TGA的片子 把α1保存下来 那么他在调 在视频文件里 去调这个文件的时候 他一发现这个片子 有α通道 他说你是否要调取 这个片子的透明区域 你打一个勾 OK 这个背景自然就被屏蔽掉了 这个黑颜色 就像当时一个遮罩 就把这个背景里遮掉 明白了没有 这个黑颜色 就像是一个遮挡一样 就把那个背景里遮掉 那么这个片子 在视频里面 它就是一个衣服 那么你这时候再看 是不是很舒服了 一个衣服 就真正的就飘下来 你的视频就完成了 所以TGA这样的格式 或者是α通道 多数会用在视频文件里面去 是非常常用的格式 用来去背景用 用来去除背景使用 那么它可以被保存下来 所以它会 它会随文件 一起被读取到 而且被识别到 会自动的被拿到拿掉 平面里有很多软件 也有很多东西 也是可以自动屏蔽背景 也可以自动屏蔽背景 比如说我们Photoshop 做的一些东西 到Italus 3里面 背景是自动被屏蔽掉的 你可以直接把线勾出来 那时候你可以从TGA这样的东西 当然它读取的时候 不一般这样去读 它一般会读它的路径值 拿路径值直接减掉 也是把背景给你拿掉 所以你要理解 α通道有没有用处 绝对是有用处 不过你是在平面中 比较不常用 但是你只要把它保存成 合适的格式 刚才我们说三种格式 你在这里去看一下 文件 另存为 在这里面会有一些格式 在这些格式里边 有些格式是需要你知道的 比如说Photoshop的这个格式 没什么可说的 这肯定是支持的 那么JPAC支持不支持α通道 不支持 但是JPAC支持不支持路径 JPAC是支持路径的 这个很少有人知道 考试是会考你的 JPAC是可以路径保存的 路径可以存在JPAC里面 还有什么呢 刚才我们说的 TIFF是支持α通道 还有什么TAC 就是我们说的TGA 就这个格式 这个格式也是支持α通道 这个格式在视频里面 用的是最多的 因为这个格式无耸的 没有耸是无压缩 它有无耸压缩的格式在里面 而且它是记录原始性 它是32位的 可以进一个α通道在里面 明白了吧 现在你瞧瞧 我们的通道的问题 是不是给大家解释的差不多了 回复一下 通道有什么通道 有原色的通道 有专色通道 还有什么 α通道 是不是 我们说之所以有这三种 类型的通道 只不过是因为 它的这个通道的 这个250的位置 被用作不同的用处 是不是 我反复在强调这个话 不要嫌我烦 理解不理解 理解不理解 拿250的位置 记录颜色 就是原色通道 拿250的位置 去记录选区 就是什么 α通道 拿250度 不要去拿 用来记录专色 就是专色的通道 是不是 那么只是通道 不通道用处 就是这样的话 好 我们通道的第一部分东西 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